大家好,我是忽哥炮子 这一堆是刚从华夏回来的一批平级币 最近华夏的进度出来之间加快了 我这个礼拜回来了两批币 以前的话一个礼拜回来个十枚八枚了 这个礼拜回来二十多枚 前面十几枚已经开包了 这又是一批 这都是北京华夏的 北京华夏平级平的也不少 主要平一些就是 一个是一部分是买的 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有一部分自己想留的东西 就去平一下华夏 留的话肯定要留的稍微开放盒 留的安心一点吧 公博的其实个人录的也问题不大 像我们自己打公博打出来盒子问题也不大 也挺好卖的 很多人说公博盒都不好卖 其实我们感觉还挺好卖的 特别自己打的盒子 回来基本上也卖的蛮好的 华夏的话呢 就有很多人不是很打算卖的 有些就是自己 自己留着玩的苹果 对 因为它那个价格也比较贵 有些比较贵一点的裸币 有的呢也没有打到自己 影响的那个分数啊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比如像这个保全当50大样 就打了个78分 大家看到了啊 就打个78 对啊这个状态其实挺好的 我买的时候 嗯就这个边到这里有一个小磕碰 就这里面有点小磕 其实也不是那个后天的 就是天然的一个磕 没有其他毛病了 就这个币 我看了仔细看过没什么毛病 就78分看到吧 这币都很好的 就就这里一点点小磕 当时人家卖3000块钱 我就买了 就这个币弄不好还得亏一点 弄不好 不定能挣钱了 本来觉得这个妥妥的挣钱的币 啊状态很好的 给它放大放大看一下 灯光过来一点 来放大看一看 好了你看啊 放大两倍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没有什么毛病 对我当时仔细看过的 就是这里有一点小缺 其他就没有了 对公伯包一个边的话都看不出来 嗯我就是因为是 朋友卖的嘛 所以有些我们就打华夏 朋友的话打个华夏的话 就是后面有啥问题 不可能再找人家了吗 公伯的话 对吧 其实说白了公伯弄不好 人家还给你个零标呢 哥伦宋平公伯还是比较严呢 啊就是这个 还有一些啊 还有就是这些 很多东西都不一定奴你的那个心愿 对 这个是我挺极品的一个康熙罗汉 啊结果打盒子就打了个80分啊 我觉得挺极品的 你看这个罗汉刻花 刻的也挺挺好的呀 你看这个编道 因为这个老刻花它磨损之后 就会比较的浅 对 对 背面也刻了一下 一个挺好的罗汉刻花 就给了个80分 看到吧 给了个80分 也挺郁闷的啊 对 其实状态挺好的一个罗汉刻花 就给了个80分 对吧 我觉得这个 哎也没办法 反正 这个比较浅嘛 刻的 啊 这是我自己买的三个那个咸峰当时 啊 这个品项都蛮好的 这个才82 看到吧 这品项没话说的 品项都是 看一下 这特别好的品项才82 现在就是这种自己留的呢 就不是很在乎分数了啊 这个就运气挺好的 给了个85 其实华夏要打一个85 真的很难的 就是想打一个85 我这都是北京平的嘛 其实挺难打85的 这个就这么好的品项打了个8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公伯的话 就是背面有这里有点糊 这个就打了个80 啊 状态都很好的 就是这些 咸峰小咸峰嘛 嗯 然后给大家看一些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 这个先放边上吧 哦 这个是一个 这个打的挺好的 这个打了个88 我觉得是 这个我打了个88 这个确实是很极品 看到吧 这个钱币 一看就直边可占力的 我当时买的时候 就因为直边占力 我就买了 这个币啊 可以看到这个边是直边啊 可占力 金色的水表金的一个 就是 万力啊 这个东西确实是 非常牛逼的 就跟新的一样的 确实是打到一定水水准的一个东西 对 当时我直边可占力我才买的啊 确实是直边可占力的 没有任何争议的 嗯 这个万力是一个极品 这个极品万力 还有几个先把视频开完嘛 然后还买了一个 顺就是那个大盛背户 这个大盛背户啊 你看到一个大盛背户 打了个80分啊 其实这个币也很好的 你看边是直边的 我当买的时候 我觉得是直边的啊 很好的状态 结果就打了一个 就是厚也很厚啊 这最厚的地方有2.0 我记得 对 就是很厚的一个大盛背户 对状态很好的 这就给了一个 80分 6.4 6.5克啊 看到吧 刻重也很厚很重 厚重型的 厚板的 嗯 这个其实也挺少的 嗯 给大家看了一些啊 这是康熙罗汉 的刻花钱 大家看到了 对 就这些吧 反正呢 还有一些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嗯 就最后一个 这个是一个保原的工钱 这是一个罗汉刻花 还有一个保原的工钱 嗯 万力啊 万力是 就是小东西 它还是容易给一点 就是巴巴的 你可以看到的边 全是直边的啊 对 这钳壁立起来 是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看到吗 立起来了 就是不可能有问题的 第一次肯定能立起来的 知道 对 一个万力啊 然后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 这是一个工钱啊 这是一个工钱大样 对 这是一个工钱 这是一 这编造是一些老刻啊 可以可以看到的 不是后天的 这个刻是老刻 你可以看到 这个包浆已经升进去了 给它放大一下 你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包浆啊 已经全部升到钱费里面去了 这个币卖的便宜啊 不到3000块钱 对 它这一个就是老刻的一个 就是咸峰 它本来正常应该会这样全部刻完呢 结果它没刻完啊 是个工钱 保原工钱大样啊 这个币还是可以的 尺寸也大 有那个25.7 一个保原的工钱大样啊 也算是比较少的一个币了 对 一个工钱大样 对 就是这样子呢 啊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大致的一个情况 啊 远处有一个罗汉是立的 然后还有一个工钱大样 大家可以看到 对 差不多是这么个情况嘛 这工钱大样就是编到这里有刻 有碰 78分 其实它这个编道是刻花 所以它才给的分知道吧 但是呢 这个刻却是刻的没有什么主题 是一个未完工的作品 所以它是78分了啊 就是这一次回来了全部的东西 啊 三个咸峰 其实买的是我挺满意的 这三个咸峰 有一个打了一个85 85的其实也不容易 然后一个这个78打的是挺郁闷的 这个785是能接受的 然后这个打了个88啊 还是可以的 整体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拜拜